无辜遭砍断颈动脉 难失忆 只记得十年前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沙威迪爆发震惊全台的凶杀事件 29岁马来西亚及实习医师林伟扬 于5月3日凌晨 先在医师更医师纵火 又以尖刀杀伤一名资讯师员工后 跳楼自杀身亡 当时被砍断幼颈动脉的 46岁资讯师员工吴明龙 经急救脱检后 却出现失忆的症状 他忘记自己为何住院 只记得十年前的事 以为自己能在小港医院服务 见到18岁的儿子还吓了一跳 说怎么一下子长这么大 也不记得怎么受伤的 医生才发现 他的记忆停留在十年前 目前他伤口已愈合 也能治理生活 虽然记忆尚未恢复 预计下周出院 就可以回资讯室上班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表示 他的记忆会停留在十年前 研判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以及因失血过多凶客 导致缺氧性脑壁变有关 不过经医疗团队努力治疗后 记忆力已经逐渐恢复中 警方表示 目前他的身心状况都还不适合讯问 要等医院通知 才会对他做笔录 东新闻高雄报导 还不适合 生长 若童偌团队努力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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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